礼敬诸佛 马来西亚冠丹此季之功在农历七月举办吉祥月祈福会 今年的祈福会特别设置了灾界区 鼓励会众灾界响应素食 让前往参与的145位会众学习改变观念和习惯 以心动为地球及心爱的家人祈福 在这个吉祥日里面 我才发现到原来我们不一定要吃肉才会健康 我们吃菜也可以一样得到同样的营养 透过英语志工孙达立的分享 民众了解到次数的好处 也发愿要落实在生活中 我也是要慢慢吃 所以我不是说一时间我可以改变到我自己 好像我妈有自己的菜 这样的吃 我也是只要吃 感受了吃肉的东西 除了推广次数 志工向慧众介绍慈祭之夜 鼓励大家加入行善的行列 成为慈祭的一份子 志工也现场演艺精湛 并且带领慧众祈祷 愿留更名为借庆 慧众把扇行卡虔诚的功与佛像前 敬礼发愿 把心动化为行动 祈福世界和平 曾上美志工 颜建文 陈明辉 马来西亚光丹报导